欢迎收看本节目,我是主持人圆圆 11月21日,有媒体曝光女星张玉华的近况 她在接受采访时自曝已经和外籍男子结婚又离婚 还说一直很想回到家乡新加坡 张玉华近年来一直旅居加拿大 并在2012年嫁给了一位加拿大籍男子 但两人如今已经离婚 对于这段失败的婚姻 张玉华不欲多说对未来的感情生活也没有抱太大希望 只称自己现在有两只狗狗陪伴在身边已经很开心了 她在加拿大的事业发展也一直不温不火 因为一切从零开始,张玉华刚开始只能当群演 饰演一些根本没有名字的角色 后来才慢慢开始能扮演一些比较重要的配角 参演了泰坦和散学院等热门作品 但她依然要一直努力去试境 同时在异国的生活常常会遇到很多困难 张玉华坦言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利 她常常要和别人吵架 言辞犀利,每次吵完她又会觉得很难过 但她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去保护自己 张玉华表示自己其实一直很想回家乡新加坡 她80岁的老母亲还在老家 对方曾独自拉扯大他们四姐妹 是她最大的力量源泉 可是现在机票要5000多块 疫情下还有一万多的保险费 让张玉华觉得太贵了 因此她已经有两年没有回老家和母亲见面 据悉,张玉华曾参演《如何对你说》 和《小玉儿》与《花无缺》等剧集 在后者扮演了塔卡公主 是一位单恋谢霆锋的角色 希望张玉华能早日和母亲团聚吧 点赞了吗?关注了吗?谢谢